欢乐的气氛 洋溢在台湾各地的农村酒庄 满足的笑容全写在脸上 农村酒庄在台湾各地蓬勃发展 酿造出来的酒品 荣获多项国际酒品评鉴大奖 您知道这些精彩傲人的成就 其实是十几年前 从无到有开创出来的吗 在农村酒庄设立之前 其实在农委会开过很多会议 觉得说开放酿酒以后的话 我们要做成像国外酒庄的形式 然后很多人可以去参观 去饮酒 同时我们有时候甚至还可以举办酒节 等等这样 那正好是在1999年 921中部是损害很大 那时候的话大家就在想说 如何让农村能够再活起来 所以就在中部的地区找几家 来做农庄 然后让他们可以做一个酿酒 为了促进农业升级 让台湾酿酒业能重新蓬勃发展 带动地方经济与观光 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推动农村酒庄计划 辅导农民团体以在地农特产酿酒 并协助设立具特色的农村酒庄 你具有地方风味特色的农产品 特殊地理环境风土才能够酝酿出来的风味的话 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品 说实在话大家都不懂得酒庄要怎么经营 那个时候也都是大家都是一个热忱 都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 感觉自刚好 有意到很多困难 你如果说困难 其实都要去突破 所有的治酒人员不单只是我们农会 都有进行相关的酿酒课程 品酒课程 都是一连串的教育训练 这个辅导项目 主要我们希望能够用在地的原材料 来酿制有特色的酒 所以这个项目就包括从原料开始 到发酵 到蒸馏 然后到储存 调和 到成品的一系列的品质的管控跟检验 台湾的农村的酒庄所酿的酒 就是它的文化 它的来源 它的故事 甚至于它的特性 而且很可以在地去看到酒庄的经营 看到那个水果的产制 甚至于生产的流程 这种行销的力量是大过于所有的酒类 所以我们今天在行销农村酒庄的时候 特别强大的在地性 跟它的历史 它的背景的文化 这都是我们所要去做行销的角度的 十多年来 农粮署持续投入经费 邀集产业界 学界 农业研究单位 共同辅导农民团体 建立酒庄营运与品管制度 研习酿酒技术与酒品研发 充实改善酿酒设备与行销推展 成为农村酒庄发展最坚实的后盾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找自己酒庄的一个定位 因为我们是原住民乡 所以我们对布农组的文化 其实我们会比较深刻 所以我们当时在第一批的酒的秘密里面 除了小米唱歌 我们也有忘记回家 然后也有张老说话 也有梅子跳舞 那以原住民的 餐居的生活的那种快乐跟氛围 去做分享 我们现在酒庄所使用的原料 都是无农药栽培 所用的这个水 也是真真正正正 遇山不污染的山泉水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 好起来就比较甘纯 优质在地的农特产 清澈甘纯的水源 全程安全无毒的严格控管 酿造安心健康的农村美酒 是台湾农村酒庄的基本信念 许多酒庄也在这样的基础上 更上层楼 酿造有极健康的酒品与副产品 湖里的玫瑰花大概有100多公顷 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湖里这种农会 在地的有机无毒 使用性的山形玫瑰做丸料 用相对在地的感情 来做基酒 然后来做我们这个玫瑰酒 台湾每一个农村酒庄 背后都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他们以在地的资源与特色 谷写属于自己的酿酒文化传奇 这边是香米的故乡 我们为了要把这个香米的 附加价值做提升 那所以说我们总盖师呢 就派我们过去日本 学习做清酒的技术这样子 除了以农特产酿酒 各地酒庄也向文化探寻 结合当地文化元素 推出更具特色的系列酒品 我们不用自己就是梅子酒 因为我们是梅子的 产销班嘛 那这个梅子酒的口感 那要怎么样把这个品牌 把它带出来 我们就想了说 我们刚好在吉吉之县的旁边 所以我们的品牌呢 所有一系列 我们就把它跟火车 跟铁轨做结合 南洋八大景之一叫做龟山昭日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龟山昭日 跟这个太阳做结合 所以它就是金枣酒的部分 所以把这个宜兰在地的金枣酒 给推出来 就是这样的想法 跨界新思维 创意无界限 酒庄与文化 这结合的触角不断扩展 也为台湾文创 带来更丰富多元的契机 大家比较耳熟 能讲的是我们跟电影的合作 从一个从来没有生产过的东西 叫马拉桑 的小米酒 但是在电影里面 还是只是一个道具 然后真正把它做成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都很信奉一个东西 叫台湾精神 我们先把台湾的产业 或产生在地的中期 能做一个转换 农村酒庄 蓬勃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酒庄瓶件 还有酒品瓶件 那利用这两个瓶件 我们可以掌握出这个酒庄 是会一直一直维持下去 每年农粮署举办的 优质农村酒庄 及酒品瓶件 不仅为农民团体带来自信 也激励着农村酒庄的发展 好还要更好 在办比赛的时候 我们都得酒精牌 越来越有信心 当然一开始我们自己很没有信心 可是呢 他在国内他先办一些比赛 让你有信心以后 再把这个比赛得奖的酒 我们再送到国外去参赞 台湾农村酒庄还很年轻 但是十多年来 年轻的台湾农村美酒已闪耀在德国 法国 体力时等国际舞台 在各国的世界酒品大赛中 旅创夹击 评评获奖 大概第五年的时候 就大概知道要怎么样去酿造属于台湾风味的酒 所以在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去 开始去参加比赛 前三年的比赛呢 都跟银牌差一分而已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 就是 台湾不是传统的葡萄酒生产国 可是我们的酒竟然才跟国际的银牌差一分 那代表什么 只要我们努力绝对有希望 果然就是在德国 我们去年就第一次拿到金牌 这支地方 我们经过几年的研究 差不多八年了 平时最终的盘控制 我们在这个八年中 已经在近年到世界的 可以说专家的任务 到最高荣誉奖 就是金子奖 台湾富饶的土壤 甜美的水果 芬芳的稻米和甘烈的清泉 在酿酒人的坚持努力 与梦想中发酵熟成 酿造出令人惊喜的成果 而与在地文化 自然风光结合的酒庄观光旅游 更成为人们乐活的新选择 这些动物都离开了 所以下次你们来的时候 必须安静 你们就会看到这些动物在这里 您可以在生动的导览中 了解各地多元的文化风采 在专专业的品酒教学里 接触优雅的品酒美学 品尝各地的农村美酒 感受一口口滑顺回甘的加酿鱼韵 或是亲身体验各种DIY的制作乐趣 我们这里有很多文化 有很多故事 所以我们整个设计 我感觉要设计 把梁村重新整个月 我希望这些人客的 透过这些 来到农村过去的生活 在农村酒庄 还能品尝中主们 以自家酒品融合在地山海风味 创作出的美食佳肴 以酒入菜 我们自己在地的食材 跟酒庄的酒 作为一个结合 比如说我们的面包机 外皮 就会包我们的金枣酒破 我们其他的 这个酒破的乳酸菌 也会用我们的米粮类的酒破 下去用 还有秉持一贯的健康优质 开发出来的各项副产品 和伴手礼 十多年来 农粮署结合各界专家 学者的辅导努力下 我们看到台湾各地 农村酒庄的蓬勃发展 与最人魅力 他们以温暖的人情 款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分享这一片土地的好山 好水 好酒 好食 以及人生无尽的好滋味 好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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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